台湾加入了欧美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遭到俄罗斯被列为说是不友善的国家 还有地区的名单 副总统赖清德昨天受访的时候说了 我们是不得不 因为他说台湾已经成为民主阵营的一员 所以一定要参加 这就是一个态度 否则台湾是旁观者 哪一天遭受攻击 别人怎么会帮忙你呢 毕竟大家都是会算账的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8号这一天是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德国总理肖兹 针对乌克兰的危机 举行了一场网络的视讯通话 好习近平在峰会当中提到了 乌克兰的局势让人很担忧 中方对于欧洲大火 重燃战火是深感痛惜 好这番话一出来之后 美国的媒体现在分析了 北京亲俄的立场 可能出现有微妙的变化 因为习近平说话的基调 似乎有朝中间立场调整的迹象 好至少指责美国还有北渊的措辞 是有所减少的 就在这个通话之后呢 中国外交部在昨天也首度宣布 要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物资 价值500万元人民币 另外来看到是俄乌战火持续的延烧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了 将要向乌克兰提供500万人民币的 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而且现在第一批已经启程 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发布消息 应乌克兰方面请求 中国红十字会将向乌克兰红十字会 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包括食品 生活必须平等 价值500万元人民币 3月9日 首批物资已经从北京起运 后续将通过适当方式 尽快交付乌克兰红十字会 泽伦斯基在英国发表的言说 得到热烈的回响 对此前驻纽西兰大使借文集 特别提醒英国的眼泪 千万不要相信 有没有实质的援助 目前还看不到 但是呢 他也分析了普丁的战法 对乌克兰的确造成 非常大的威胁 我认为普丁战法 第一个 第一个现在看出来 打东边是实的 打西边是虚的 应该是东实西虚 第二个呢 以歼灭阻力为主 基本上不跟你乱打 不是还没看到敌人就在那边干嘛 那他这个阻力呢 我觉得情报工作做得好 因为为什么 他现在已经说 2300座军事基地 军事设施他已经毁掉了 2300座 那现在造成你说 2300座 你今天乌军还有什么战力 有啊 变成什么部队 变成游击队啊 只能拿步枪打啦 其他重武器都没有 第二个他是怎么样 为而不打 为而不打 这个我们过去看 因为过去只有美国一天到晚 在打别人嘛 我们熟悉的战略都是怎么样 唯都还没回去先把你打烂 都我们电影里面看到 美国那个战争的那个感觉 就应该这样打 美国是火力密集 对 你现在看NBA的篮球赛 都是硬攻硬上 然后你派2米1的 我就2米2的出来 然后这个300磅 我350磅出来 美国是 可是这一次普丁打吧 唯 可是我不打 而且他也水电都不断 这里面就回过头来 就变成他今天 他要知道他在打谁 他打的是他自己的 自己的亲戚 你今天这个 这个俄罗斯外长 不是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逸古 你晓得他妈妈是 你知道他妈妈是乌克兰人 真的哦 邵逸古 这是普丁的最大的爱将 跟他非常多年 他爸爸蒙古人 他爸爸说穿的 应该是中华民国人 为什么 他爸爸是唐弩乌两海的 也就是现在在苏联 叫图瓦共和国 唐弩乌两海 他爸爸 所以你看他长相是混血的 他爸爸是蒙古 这个是突厥化 土耳其化的蒙古 他们讲的话是比较接近土耳其化 可是是蒙古族 他的妈妈是乌克兰 所以你看他派这个军事 他派心存一点点仁慈 尽量怎么样 避免造成民众平民的大量伤亡 以及城市民均的大规模破坏 你看这个西方放的很多 打的那些房子烧火 我就看 怎么老是就那几栋 每天就在那边重复重复重复 就那几栋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打法跟美国不一样 第三个他还争取民心 因为过去2014被赶下来的总统 他当时当选的时候他是亲俄的 他是48%的支持率 也就是说在今天乌克兰这个国家里面 还有极高的亲俄的人 近半是对俄罗斯没有反感的 当时投票的时候 2010投票的时候 还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总统还拿到 亲俄总统还拿到48% 所以他争取民心 我看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俄罗斯的新闻发表 新闻 他说昨天120吨的食品 已经送到哪里 送到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已经送进去了 补给什么都进去了 然后你看他今天打这些城市维基辅 有没有断水断电 没有啊 确实没有 断电的在哪里 断电的在台湾 我们 我们还没打 人家城都围起来 照样给你热水洗澡 照样给你上网 对不对 照样有吃有喝有助 国防部在昨天公告了 变差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怎么回事 希望有什么都给你热水 就好了 能不能寻找 我们再次购网站 我们再次购网站 我们再次购网站